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2日 已經是星期一 繼續跟進俄羅斯的流產政變 這一場政變可以說 是徹底改變了全世界的格局 我們跟大家報導過 當時普京是第一時間打給習近平 求救的 但是習近平不接的電話 所以他才要派密使 這個副外長 坐他的總統專機 去到北京 我們當時已經報導過 其實當時有三架總統專機 飛去不同的地方 第一個 就是 伊朗 第二個 就是古巴 第三個 就是中國 當這個總統專機飛到中國的時候 那個訊號突然關掉 即是不讓你知道他降落在中國哪個城市 當然最後我們看到是北京 當時接機的是外長秦剛 外長接機去接副外長很高規格 這件事 我們當時跟大家分析了 其實就是習近平不敢聽 或者不想聽普京的電話 而普京感受到 你這個混蛋 跟以往答應的東西不同 我們看到 其實 外奸 也不斷有不同的揣測 美國的外交政策雜誌 目前 就發表了一篇分析 習近平跟普京的維護政權手段不同 所以 普京現在基本上 就被習近平困了 上個星期發生政變流產了 不單止衝擊俄羅斯 其實是嚴重衝擊中共的政權 這篇題為習近平對穆斯科兵變感到幸災樂禍的文章 就爆料 普京遭遇到 困境 在上個星期 俄羅斯兵變之中得到充分的體驗 儘管習近平經常宣揚中共制度表面上的新鮮活力 但他其實極為擔心前蘇聯跨台的意識形態 同樣困擾中共 現在的俄羅斯反而 擺脫了前蘇聯很多影子 反而中共現在更加像前蘇聯 7月1日 中共中央的機關刊文《求是雜誌》 就發表 習近平去年春季 黨校講話的傳聞 他向中青年幹部強調 要捉勞理想順念根基 否則就會發生東歐劇變 蘇共跨台 蘇聯解體那種 顧國不堪回首閱名中的悲劇 習近平在12年12月在廣東示範的時候 曾經對黨內有事說 中共必須深刻 記住 前蘇聯倒台的教訓 政治腐敗 思想異端以及軍隊不忠 使得蘇聯共產黨倒台 上個星期發生的僱傭兵兵變 華格納集團可以說是不費一兵一卒 奪取了前線和後勤總部的羅斯托夫 令到全世界很震驚 之後兵變在一夜之間 就停止了 外交政策文章就說 兵變 是由 普京最核心圈子裏面的一個富有錢的成員領導 也是 習近平對中共政治框架最恐懼的地方 即是說 保女往往下內部攻破 出賣你的人就是你身邊最親密的人 文章說 普京並習近平稱為最親密的朋友 但是習近平 批評普京是對權力分享的編執 這位俄羅斯的領導人 使得互相競爭的派別互相制約 意思就是說 習近平 他覺得你那種方式歐了落五了 我這種全面集權 一尊才是 正路的 他意思是說 普京下面有很多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派閥 在這裏掌管這個國家 普京只是一個最終的調停人 習近平和普京維護權力的手段不同 過去10年 習近平用反腐 清洗官場 又打老虎又打烏鷹 既跟隨黨裏面的政治不忠 排擠潛在的競爭對手 軍改之後加強對武裝部隊的控制等等 在二十大得到連任 他的政治班子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組成 習近平的高度集權 其實比起普京 甚至乎比蘇聯時代更加集權 對於任何形式的派別 其實習近平也不相信 即使是國家的權力精英內部 上星期發生冰變這個戲劇性 也可能會刺激習近平 進行更加激進的清洗 任何人都不可以留在他身邊 只要他不相信的話 對於蘇聯的解體 習近平和普京的看法完全不同 在習近平看 蘇共統治崩潰並不是因為任何的外部壓力 也不是蘇聯國家主導的經濟結構性脆弱問題 習近平認為 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似乎是一夜之間分崩離式 因為他是理想和信念動搖 其實 他也說得沒錯 的確是動搖 問題這種動搖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很久了 文章說 普京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經濟導致了前蘇聯的崩潰 而不是意識形態 普京認為由經濟問題導致的精英內訌 長期影響政治領域 最終 令到蘇聯自我毀滅 當然 其實普京看問題跟習近平看問題不同 習近平是以中共現在的角度去看當時的蘇聯 而普京是以現在 自己遇到的問題去看當時的蘇聯 當然 普京當然是貼近蘇聯的事實 別人是 局內人嘛 習近平你也不知道甚麼事 你當時還在福建做官 是不是 文章說 基於這些不同的看法 習近平和普京 基本上有完全不同的個人風格 包括他的戰略 如何清洗政治對手 如何壯大自己的力量 如何利用一些小人 其實普利科金 在普京旗下的小人 造反 這件事會不會在習近平身上發生呢 習近平也很害怕 好了 中共 現在的內鬥就沒有以前那麼經歷 因為以前真的鬥得很厲害 不同的派系 現在幾乎沒有這個問題 全部都是習派 只是爭相去上位獻尾 而普京方面就不同了 他 因為他一個人吃不完 他要 維護不同的利益 所以他也會在某些程度上 妥協 加上 他是透過民選 當然他是騙回來 他是用這種 鐵碗的手法 去騙俄羅斯人支持他投票 投票給他的 但是 始終也有少少民意壓力 當民意到了極端的時候 普京也不能夠 不敢逆民意而行 這就是普京跟習近平的分別 這次 據說習近平 身邊的人有消息 洩漏了 給莫斯科方面 原因就是大家知道 其實雙方 都是國懷鬼胎 北京 有很多 情報系統帶入了 莫斯科 莫斯科當然也有情報系統帶入了北京 他們的情況 很可能是好像 這個冷戰時期 大家在情報方面 互相 交換利益 我就拿 我們的情報來跟你換你的情報 變成 我們有時可以掌握到克里姆林宮的消息 在北京方面 北京 克里姆林宮方面又可以掌握到中南海的消息 雙方 其實很多時候 互相交換情報 大家都可以生存 最近 這件事 有消息就流出來 讓普京知道 原來習近平 對於普京 這次遭遇到政變 是表現得幸災樂禍 這件事令到普京很生氣 因為他們當初 據說有個私下的紋約 如果哪個國家有事 對方一定要派兵 去幫忙 而這次普京出了時 普京要打電話求助 就是叫你習近平履行 你的承諾之際 習近平 不聽電話 因為 由於這件事是他們私底下的 這個 桌底交易 不是中共 和俄國官方的交易 所以 外人是不知道 所以普京只能透過 私人直線電話打給習近平 結果習近平 不聽 習近平不聽怎麼辦 普京當然是不阿麗了 你這個混蛋 又試過一往 說到 又說 關係上不封頂 又說只有 加油站沒有終點站 我一想來加油 你就封了個站 是不是 你這個加油站隨時封的 怎麼能信得過你呢 所以 這件事 其實普京就很生氣 所以普京最近 政變之後 即時做了兩個動作 尤其是 他派了特使 去找習近平 習近平 不騷擾他 還在說一些冠冕堂安的說話 所以 普京隨即 就有兩個動作 第一 當然就是大量拋售人民幣 打倒你了 第二 是什麼呢 就是 在南海搞一個峰會 Johnny有跟大家做過一節 南海峰會 就是請了越南 菲律賓 印尼等等國家去參加 討論 南海問題 但是 南海問題竟然不請中共去 而且他還請了 跟南海沒有關係的印度 擺明就是想在南海問題領起勞灶 因為從來 越南跟蘇聯 跟以前的蘇聯是走得很近的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北京才出兵打越南 就向美國交了一個投名狀 你親蘇 我打你啦 我就跟美國說 我現在認你做大佬林 我現在要動這條眼子 結果 現在的 其實越南 由於面對北京那麼大壓力 他也想找另一個靠殺 所以他選了 俄羅斯 當然啦 越南其實是吃兩家茶禮的 又領越俄羅斯 但是又領美國 他把金蘭灣海軍基地租給美國 也是一種想靠美國的態度 他也知道生意經濟一定要靠美國的 而且就算軍事方面 美國也信得過 絕對比俄羅斯強很多 但是 俄羅斯 竟然 肯站在他後面 那麼我沒有理由拒絕而已 是不是 我不用賴他 我沒有理由拒絕別人 幫我助威而已 所以 南海問題 變得十分之複雜 跟南海關係也沒有的俄羅斯竟然介入 很明顯就是向北京的報復 而且最近人民幣跌得那麼嚴重 消息就說俄羅斯大量在香港拋售這個人民幣 抽高很多策息 也使得香港的銀根越來越緊 也使得人民幣匯價不斷下跌 中共丟了很多錢 也受不了 所以 普京跟 中共的 反面呢 我覺得是遲早的事 因為中共太熟悉 一到 生死關頭 你就不聽我的電話 這樣的盟友 吃屎啦 他認為 起碼 白俄的努卡申科 靠得住一點 起碼怎麼能動 你啊 原來怎麼不動的 我以後有甚麼事 我怎麼指望你 所以呢 現在的俄羅斯要重新計算過他的 我認為中俄 反面其實是遲早的事 大家不要忘記了 中俄其實 五、六十年代已經反過一次面了 搞到最後 俄羅斯當時的蘇聯 就說要扔核彈 要消滅北京 令到 尼克遜一知道 就立即阻止 你千萬不要亂來啊 阻止了當時的 巴黎尼利夫 有一個瘋狂的舉動 好了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會繼續跟進 中俄的局勢 因為中國 我認為反面是很快的事 一定會反面 所以 我們時刻先看著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個空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行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希望大家訂閱不了的Patreon 也可以用 免費模式去支持我們 幫我們點擊廣告 無限大法 多點留言 多點活動 增加點擊率 多謝 拜拜